说年仅21岁的女大学生独自开车外出 之后离其失踪 至今是生是死 下落不明 这起事件几乎全程 它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诡异的味道 不论是案发之前还是之后 都伴随着一连串的奇怪 反常 不太好解释的事情 而这起事件 或者说这起案子 它真正的高潮 又是在案发八年之后 随着网络上一名神秘的视频up主的出现 无数的阴谋论和猜疑 开始井喷式的发生 颇有当年这个黑弥萨和南大119碎尸案的意思 那么咱们要说的这起事件的主角 这名女大学生叫做莫拉莫里 她是21岁 正在读大三 在04年2月9号晚上7点钟左右 这个莫拉独自开车 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112号公路上行驶 当他开到这个112号公路沿线的一个叫做伍兹维尔的地方的时候 不小心发生了车祸 可能开车没好好看 伴随着一声巨响 这车子撞到了公路边的这个围栏木桩上 车头直接变形了 那肯定是开不了了 那当时事发之后不久啊 住在周边的有这个热心群众就帮忙给报了警 但是警方在赶到现场之后呢 却发现在现场只剩下这辆被撞坏的车子 那开车的莫拉这时候已经不见了 观察这个现场周边呢 也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没有发现地上有这个血迹啊 或者打斗的痕迹之类的 附近也没有其他的这个车辆和目击者 唯独在这个地上附近呢 发现了有一个空酒瓶子 这酒瓶子呢 还是一个新的 不知道跟这个事有没有什么关系 那后来警方又对周边区域做了大面积的搜索和询问 但是呢 都没有任何结果 直到再往后事发第三天 因为始终都没有这个莫拉的音讯和线索 那么警方只能够把他列为失踪人员 截止目前已经十多年过去了 这个莫拉是生是死 仍然还不知晓 不过在这儿呢 咱们需要说的是啊 在警方当时赶到这个事故现场之前 还有这么几个需要注意的细节 首先在当天晚上七点左右 也就是这事发的前后那段时间 当时呢 这个武兹维尔村 这儿的某一位住户 当时就曾经听到过 在这个路上112公路上传来了一声巨响 那么这声巨响根据这个时间判断 我们应该能猜出来 他应该就是当时莫拉撞上木桩出了车祸了 但是呢 当时因为这名住户 他所住的这个房子 并不能够直接看到那个事故现场 但是呢 他又不想出门 又担心真的是出现什么事故了 所以再三思考之后 这名住户就在7点20分左右报了警 所以警方才得知了这起事故 这才赶到现场 那个报警的热心住户就是这个人 说当时这起事故发生之后 没多久呢 有一个校车司机 开着校车 路过了这个事故现场 那当时这个校车司机就看到 这个事故车辆旁边 站着一个年轻女性 这名年轻女性通过校车司机的这个描述呢 可以判断就是莫拉 这校车司机看到莫拉没有受伤 而且情绪比较稳定 身上也没有酒味 应该也不是酒驾 所以当时他就问他说 你需要帮助吗 但是莫拉拒绝了 并且莫拉说 已经向保险公司报案了 稍后保险公司就会来处理 这个校车司机一听 那就行 他就离开了 就没管 不过呀 这校车司机开车回到家之后呢 突然就想到 他天天开车在这走 那个路段呢 手机没有信号 但那个女的他又说跟保险公司报案了 所以这个校车司机就感到很奇怪 那感到奇怪之余呢 他就也给警方打了一个电话 也报了一个警 希望警方过去看一看 那个女的没准需要帮助 那么这一点呢 可以说明 事故发生的时候 不论是车里还是车外 应该的确只有莫拉一个人 因为校车司机在现场没有看到其他人 也没有看到其他的车辆 之后警方过来呢 现场也没有看到其他人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痕迹 另一方面呢 通过警方后续的调查 也可以得知 莫拉当时确实没有向保险公司报案 保险公司那边也没有接到类似的电话 那么也就是说呢 莫拉当时 他其实是欺骗了那个 小车司机 并且故意拒绝了对方的帮助 那么这个莫拉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晚上呢 一个人在荒郊野外 车还坏了 这时候有人来帮助他 他还拒绝了 图什么 所以从这么几点来看的话 这个莫拉的行为很奇怪 很像是 自己就想让自己失踪 虽然这样 说起来的话 感到很荒谬 但是这个事情呢 好像现在看来 确实是这样 另外呢 警方当时赶到之后 发现这个事故车辆 已经被锁上了 这说明当时莫拉离开的时候 肯定是有所准备的 把车锁了才走的 而且车里面 当然是空无一人 后来警方这边 确认了这个车主的身份是莫拉之后 又检查了车内的这个私人物品 那结合之后莫拉的舍友提供的情况 发现在这个车里面 剩下的物品 还有莫拉的衣服 莫拉的洗漱用品 避孕药 学校的课本 还有这些东西 唯独他的手机和信用卡不见了 这可以推测 应该是莫拉在离开的时候给拿走了 所以根据这个情况呢 车内上锁 换洗衣物 洗漱用品 课本等等都还留在车上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猜测 莫拉当时离开 很可能只是选择暂时离开 他可能是去附近寻求帮助了 所以说就只带了这个必备的手机 还有信用卡 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他一去不回头呢 前面提到了警方对现场做了勘察 没有发现可疑痕迹 唯独发现了一个空酒瓶 但是刚也说了 销车司机又表示 莫拉当时身上没有酒味 应该没有喝酒 那么根据这一点呢 后来有人推测 说这个莫拉呢 可能是在销车司机离开之后 打算报警求助 但是一打手机发现没信号 于是呢 没办法了 他就喝了一瓶酒 壮胆 然后自己徒步 往附近走 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帮助 但是呢 不小心可能在周边的森林里边迷路了 就再也没能出来 这个推测呢 听起来合理 但是问题在于 后来警方对周边的这个树林啊 森林啊 住户啊 都做了大面积的搜索排查 可是没有任何线索 没有什么痕迹 所以由此 我们其实也有理由推测 也许是这个莫拉 他当时在离开之后呢 遇到了某些麻烦 导致他无法再返回这个事发地 但是他遇到了什么麻烦 我们现在是不得而知的 这个莫拉为什么失踪 是如何失踪呢 这一点呢 不论是警方还是莫拉的家人都搞不清楚 这起事件呢 显然 它是存在两种可能性的 第一种可能性 就像咱们前面刚分析的 比较荒诞啊 说是莫拉自主失踪 他自己选择了失踪 自己想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呢 比较明显了 有可能是莫拉遇到了某些意外 可能被某人挟持了 被某人杀害了 当然这种可能性 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那当时为了尽快查清这个事情真相 警方首先了解了莫拉失踪之前的大概的行踪 以及一些值得关注的 他当时出现的异常情况 那首先 警方在这个莫拉的学校内调查的时候 他的这个学校的宿舍管理员就提供了一个情况 说在事发四天之前 04年2月5号 这天晚上 莫拉曾经在这个学校走廊里 和他的姐姐打了几个小时的电话 并在挂掉电话之后呢 突然之间 好像是毫无理由的情绪崩溃 开始歇斯底里嚎啕大哭 这个宿舍管理员看到之后呢 安慰他 把他送回了寝室 但至于说他为什么会情绪崩溃 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那后来警方也询问了当时给他打电话的这个莫拉的姐姐 但是姐姐表示当天晚上打电话的时候呢 他们没有聊什么奇怪的 只是聊了一些生活琐事 姐姐当时要结婚了 就跟这个莫拉吐槽啊 或者说聊一些 跟姐夫之间有什么小矛盾 双方结婚 家里有什么准备之类的 有什么计划 而且通话的过程当中呢 姐姐也表示 莫拉的情绪啊 一直很正常 那么莫拉挂了电话以后 为什么会情绪崩溃呢 后来警方猜测 因为这个电话当中啊 一直聊的是这个姐姐跟姐夫之间的事情 所以这个莫拉情绪崩溃 会不会跟莫拉自己的情感生活有关系 你想 有可能 这个莫拉自己的情感生活 哎 遇到了某些问题 过得不太顺心 那听到姐姐姐夫这么甜蜜啊 莫拉感到很心酸 很难过 于是呢 自己控制不住 挂了电话以后 越想越难过 就哭出来了 那么根据这个猜测呢 后来警方去调查了 莫拉的这个情感生活的状态 的确也发现 莫拉跟她的男朋友 叫比尔 这两个人之间啊 其实存在着不小的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 没准也跟莫拉的失踪 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稍后我们分析的时候 会慢慢的再详细的解释 咱们接着说 警方了解到的第二件事情 是在失踪两天之前 也就是2004年2月7号 这一天呢 莫拉的父亲叫弗雷德里克 来学校看望女儿 之后 在女儿莫拉的陪同之下 买了一辆二手丰田卡罗拉 当天晚上这车买完之后呢 莫拉就向父亲 把这辆新车借走了 干什么去了 开着去同学聚会了 那当天晚上聚会结束以后 已经是2月8号凌晨了 但是呢 他仍然想独自开车 返回父亲租住的酒店 把车给父亲送回去 但是呢 果不其然 在这个半路上啊 莫拉开着车就发生了事故 2月8号凌晨2点30分 莫拉驾驶车辆发生了单方事故 一头撞在了公路边的护栏上 那这起事故 您一听是不是感觉很有意思 因为开头咱刚说了 莫拉失踪之前 发生的那起事故 也是撞到了公路边的护栏上 这也太巧了 为什么两起事故如此相似呢 我们目前也只能认为 它应该是一起巧合 但是后来也有很多阴谋论者 发挥想象 提出了很多比较离奇的说法 单独不太贴合实际 我们在这不再赘述 说当年晚上这个事故发生之后 莫拉自己报了警 警方来了以后呢 首先对莫拉做了酒精测试 测试结果显示正常 这表示他没有喝酒 不是酒驾 然后呢 这辆车就被拖进了修车厂 警察把莫拉送回了父亲租住的酒店 另外在这需要说的是 说莫拉在回到酒店之后 他曾经和自己的男朋友比尔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当中俩人聊到今天晚上发生了事故 但具体他们还说了什么 有一些什么细节 这一段通话的这个内容 警方一直没有公布 所以我们不清楚 跟莫拉的失踪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之后 这事过去到了第二天一觉醒来 到了2月8号中午了 这个父亲弗雷德里克 一看啊 女儿昨天晚上把这车撞坏了 怎么办呢 他很担心女儿在学校的这个交通问题 担心女儿出来玩 没车很不方便 于是呢 当天中午就又给他租了一辆新的通用牌轿车 然后送莫拉回到学校 之后 父亲离开了 那这个时候是2月8号的下午 也就是莫拉失踪的一天之前 之后到了2月9号凌晨 莫拉在学校宿舍 啊 社友表示 他当天晚上一整晚都在上网查地图 并且给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家房屋中介 打了一个电话 询问了一些有关房屋租住的问题 再之后 直到2月9号 也就是事发当天下午1点24分 莫拉又给他的导师发了一封邮件 这封邮件是请假的 他跟导师说 说家里有人去世了 自己心情很不好 需要请一周的假来缓解情绪 但是警方后来调查发现 其实莫拉家里并没有人去世 所以很明显 莫拉撒了谎 请完假之后 莫拉开始回宿舍收拾行李 装了这个衣服 洗漱用品 大学课本 还有一些避孕药 也就是后来警方在他的车上 发现的那些东西 再之后呢 在下午3点30分左右 他开车 离开了学校 那之后警方根据他开车离开的这个路线 调取了这个时间段之内 学校外面一些路口的这个监控录像 然后就发现在3点40的时候 莫拉曾经在学校附近的这个ATM机上取过钱 那后来查了查他的卡里当时一共啊就只有280美元 一次性被他全部取走 再之后呢 莫拉又在附近的一家商店里 买了40美元的各式各样的酒 这一点就跟前面咱们提到的在案发现场发现的那个空酒瓶 这就对应上了 那后来调查显示的那个空酒瓶 的确也是莫拉当时买的那些酒之一 另外呢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所有的监控啊 拍下的这个视频都显示 莫拉当时的确是只有一个人在行动的 不论是在车上 还是下车取钱买酒 那再之后 时间来到3点50分 看到莫拉开车 上了学校附近的91号公路 之后又转到了112号公路 那再往后呢 就到了晚上7点多 在位于莫拉的学校 以北145公里的新罕布什尔州的伍兹维尔 莫拉开车 发生了车祸 自此音信全无 那这就是莫拉在失踪之前 他的一个大概的时间线了 那么我们从莫拉失踪之前的这个时间线来看的话 的确有一些地方不太符合常理 首先是和姐姐通话之后的这个情绪崩溃 这条线索呢 有可能指向的 是他情感生活上 存在某些问题 其次呢 是莫拉发生的两次非常巧合的事故 都是撞到木桩上 而在失踪之前呢 我们还发现 莫拉花了很长时间 查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地图 并且给房屋中介打电话询问了租房的问题 但是 问题在于莫拉家 他并不在新罕布什尔州 所以莫拉他这么做 肯定是有什么目的的 但是目的是什么 目前 我们不太清楚 另外 莫拉他为什么会在临出发之前买这么多的酒 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合情理的地方 总而言之呢 这起事件啊 可以发现目前问题多多 但毫无思路 不过呢 我们需要说的是 后来警方 调查这个莫拉的个人情况的时候呢 还会发现更多的问题 而且别忘了 这起事件 真正的高潮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事发八年之后 那么事发八年之后 还会有什么样的后续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高潮 上回咱们说到一名大三女生莫拉 在一场单方车祸之后离奇失踪 警方调查了莫拉失踪之前的时间线 但是发现了诸多的问题所在 这些问题 警方始终找不到答案 于是警方决定 先去查一查 莫拉的家庭 以及个人情况 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的线索 首先莫拉是在1982年 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汉森市 她在家排行老四 还有两个哥哥 一个姐姐 一个弟弟 兄弟姐妹之间呢 关系都不错 但是她的父母 不太和睦 后来她爸 他妈两口子离婚了 离婚之后 莫拉跟着母亲一起生活 但是即便如此 她跟父母之间 跟俩人之间的关系 也还是都不错的 这一点在前面的剧情里面 我们也能看出来 父亲经常来学校看的 还因为担心他的交通问题 给他租了车子 在校期间呢 莫拉的学习成绩 也一直还不错 尤其是在高中时期 不光是这个成绩好 还因为身体素质好 加入了学校的田径队 甚至后来呢 还成为了主力队员之一 后来高中毕业了 莫拉到了美国军事学院 学了三个学期的化学工程 那需要说的是 在这段时间当中 莫拉在这儿 遇到了自己的男朋友 也就是前面 咱们提到的那个比尔 两个人迅速的坠入爱河 并且确定了情侣关系 但是之后没多久 莫拉就因为这个家庭原因 又转学到了 马萨诸塞州的阿姆斯特大学 也就是事发的时候 莫拉正在上的那个学校 来到这所大学之后 可能也正是因为 在高中田径队的那段经历 在这个阿姆斯特大学期间 莫拉也加入了校田径队 但这个时候的田径队 似乎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莫拉的生活方面 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 在失踪之前的三个月 莫拉曾经因为盗刷他人信用卡 被短暂拘留过 这条犯罪记录很奇怪 包括她的家人 也始终无法理解她这么做的原因 莫拉的家庭并不贫穷 所以说我们很难想象 她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后来莫拉失踪之后 警方也对这条犯罪记录 做了重新的调查 但是据说 并没有发现什么新的疑点 另外除开这条说不清的犯罪记录 莫拉的情感方面 也开始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在莫拉转学之后 虽然是异地 但这个时候莫拉和男朋友比尔仍然处于交往的状态 但同时更要命的是 这个莫拉 她和大学田径队的一个助教 又勾搭上了 脚踩两只船 这个情况 当然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作为女主的莫拉 现在人间蒸发了 那么她的失踪会不会跟她脚踩两只船 这个事儿是有所关联的 这的确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说莫拉她的保密工作没有做好 那么这两只船互相知道了对方存在 那必然也是会引起矛盾的 于是警方首先就对田径队的助教 出轨对象展开了询问 但是不问不要紧 这一问 更多的料给爆出来 根据助教的说法 说莫拉这姑娘 其实她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纯紧 她其实背地里面 跟很多男生都发生过性关系 而这一点呢 根据警方后来对其他同学的询问 也同样是得到了他们的证实 这种混乱的私生活引发的血案 不在少数 我们说过的也有很多 那么莫拉的失踪会不会 跟她的男朋友比尔有关系呢 警方当时也是这么猜测的 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莫拉的私生活问题之外 警方后来的调查也显示 比尔这个人啊 有点问题 他似乎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这一点我们稍后会详细再展开来说 所以说基于这些原因啊 警方就对这个比尔做了一系列的调查 也对比尔进行了短时间的拘留 但是最终呢 却因为没有查到更多的直接性证据 只能把比尔先给释放了 这是很遗憾的一点 那说完了这个比尔的嫌疑之后啊 在这咱们还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莫拉的父亲弗雷德里克的观点 这个弗雷德里克 他始终认为女儿的失踪 是当时事发的这个112号公路周边 有很多这个地痞流氓 他认为是他们干的 那在这咱们需要说的一点是 这个地痞流氓 英文单词叫 Dirtbag 为什么要专门说这个单词呢 因为稍后有一个地方会提到相关的内容 咱们先说他这个单词叫Dirtbag 这个他父亲一直就觉得 这事啊 是这个Dirtbag 这个地痞流氓干的 并且呢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对那些地痞流氓 是不断的破口大骂 他猜测呢 应该是女儿当时开车出事故之后 出去求助 但是呢 不小心被当地的这个地痞流氓给骗走了 其实这个说法呢 不无道理 但警方当时对现场及周边的大范围区域 都做了勘察搜索 明确指出没有过打斗痕迹 当然也不排除那些坏人采取这个 诱骗的方式 先让莫拉放松警惕 然后再把他给绑走啊 或者杀害什么的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破案难度肯定就更大 其实也正是因为这起案子不确定因素太多 导致很难找的一条准确靠谱的调查思路 那根据时间线上刚刚说的种种反常情况呢 警方也会想 会不会是莫拉自己 他策划了这场失踪案 是不是莫拉本身就想让自己失踪呢 可能他就是觉得遇到了什么事情 需要让自己失踪 当然莫拉的家人肯定是无法认同这一点 尤其是莫拉的父亲弗雷德里克 他觉得警方提出这种说法呀 就是在消极代工 就是不想干活 所以后来呢 弗雷德里克多次在媒体上表达对当地警方的不满 那么这些行为其实也就导致了弗雷德里克和警方之间的矛盾 进而啊 也影响了警方对案件的进一步的调查 那么一来二去 随着异常情况逐步增多 这起案子的慢慢的也就成为了一起悬案了 始终都没有结果 这案子这么一放 就放了八年 直到案发八年之后 在著名的这个国外视频网站 油管YouTube上面出现了一个诡异的视频 因为这一段视频 大众的视线又再一次回到了这起案子上 八年之后 时间来到了2012年2月8号 在这一天 YouTube上面有一个昵称叫做Mr.10012 Dirtbag 有这样的昵称的一个用户 他上传了一段诡异的视频 这段视频的名字也很有意思 叫做Happy Anniversary 什么意思呢 翻译成中文叫周年快乐 但是这个视频的内容和这个标题 这名字严重不符 视频全长1分02秒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拍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戴眼镜的一个男人的上半身 这个男人 他是坐在一个很阴暗的房间里面 通过他的这个眼镜的反光能看到 他面前有一台电脑 他在那坐着 全程的也没有任何动作 就只是一直在非常猥琐的笑 越笑越大声 最后笑完了 视频还打了一个字幕 写着Happy Anniversary 周年快乐 奇怪的是 这段视频在上传了短短几个小时之后 就被他的作者下架了 也就是那个叫Mr.10012 被那个用户给删除了 幸好当时啊 有一些网友 及时下载了这个视频 留下了一个备份 才让这段视频后来得以传播出去 这段视频呢 的确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是有点这个细思极恐的意思 咱们现在也很容易找这段视频 说这段视频当时刚发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人关注 因为他确实很普通啊 不过就是一个看起来挺猥琐 上了年纪的一个男子在哈哈哈哈的大笑 直到说后来呢 有一些了解当年莫拉那起案件的 这个犯罪爱好者 他们在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呢 突然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刚刚咱们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估计有些朋友啊 细心的朋友也发现了 这个视频的这个作者 他的昵称 咱刚说了叫Mr.10012 Dirtbag 这个昵称很有意思 我们回忆一下 莫拉这起案子的案情 是不是能发现 他这个昵称有点熟悉啊 没错 这个昵称里面的这个 One hundred twelve 一百一十二 很有可能就是代表了 莫拉失踪的那个一百一十二号公路 而后面的这个Dirtbag这个单词 正是当年莫拉的父亲接受采访的时候 不断的说到的 我们刚刚特地点出的那个单词 Dirtbag 它翻译成中文 就是地痞流氓的意思 当时莫拉的父亲认为 是这个地痞流氓 把女儿给拐走了 让女儿遇害了 所以这个用户 他这个名字组合起来 Mr.10012 Dirtbag 他的意思就是 一百一十二流氓先生 那么看到这个意思 是不是就有点 让人感觉寒毛直立了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昵称 它绝对不是一个偶然 毕竟如果说啊 是随便取名字 正好就取了这么一个 跟这莫拉的案子 能对应的昵称 这概率太小了 几乎不存在 再一点 这一段视频的上传时间 是2012年2月8号 这个时间再往后一天 2月9号 就是莫拉失踪 整整八周年的日子 然后我们再看看 这段视频的名字 刚咱们也说了 Happy Anniversary 周年快乐 这很难不让人 把他和这起案子 联系到一起 第二天就是八周年 他发了个视频 叫周年快乐 这能不没联系吗 所以说许多犯罪爱好者认为 说这段视频的作者 他跟莫拉的案子 肯定是有着不一般的联系的 甚至有可能 就是谋害了莫拉的凶手 他们有这样的猜测 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在这段视频之前或之后 这个Mr.10035 他还上传了好几段 似乎带有隐喻色彩的视频 而这些视频无一例外 都和这个莫拉的案子 有着或多或少的呼应关系 比如在2012年2月7号 我们刚刚说的那段视频 前一天 这个人就在自己的主页上呢 传了他的第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全长只有16秒 内容也非常简单 就拍了一张滑雪场度假村的门票 这个门票上显示的入园时间 是2004年2月11号 这个时间也就是 莫拉失踪的两天之后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滑雪场 距离莫拉失踪的地点 还挺近的 所以很多人就怀疑 莫拉当时开车要去的地方 会不会就是这个滑雪场呢 他会不会是在此之前和人有约呢 如此一来的话 莫拉当时以家里有人去世为理由 请了一周假 并开车来到了陌生的新罕布12州 等等这一系列的奇怪举动 也就能说得通 除此之外 当时这个人他在上传了周年快乐那段视频之后 没多久 又上传了另一段非常诡异的视频 这段视频 与其说是视频 倒不如说是个图片了 因为只拍了一张图 这个图右侧 右半边 是一个用蜡笔或者用水彩笔画的一个人脸 这人脸画的挺夸张的 就像是小孩画的那种画那样的感觉 那这个图的左侧呢 是一个不规则的红色图形 这个图形大体上看起来啊 像一个字母Z 图形四个角上分别有四个数字 分别是15827 那这个图它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咱们要介绍一个 在美国当时比较出名的犯罪小说作家 叫詹姆斯雷纳 詹姆斯雷纳 他也是莫拉这个案子的切杆粉丝了 因为这个案子确实有很多这个诡异悬疑的成分 他非常关注 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这个案 这詹姆斯呢 当时他就研究了这个视频里的这个图 他从这个自己这个犯罪小说作家的角度 做了一番推理 他认为这个图 左边右边这两部分呢 应该是对应着地图上的某些东西 他觉得这个四个数字 尤其是这四个数字 应该是对应着某些坐标 他尝试了很多方法 其中有一种方法 看起来比较靠谱 他把这个图呢 放到滑雪场的地图上进行对应 还能发现确实有那么几个点啊 跟那个不规则的像Z的红色图形 能够重合 那后来有些人还真的就去这几个点去实地查看了 在滑雪场里边做了很细致的地毯搜索 但是呢 也没有什么收获 就说除了这些视频之外呢 这个Mr.10012 他还上传了一些其他的不明所以的自拍视频 但这些视频呢 大多应该没有什么意义 或者看上去呢 很古怪 跟神经病似的 比如说有一个视频 还是那个男的 他带了一个墨镜 然后手里呢 拿了一个红不拉机的 应该是一个硅胶做的小玩具 然后一本正经的说啊 说自己在1974年之前啊 曾经是一名侦探 然后巴拉巴拉又扯了一堆这有的没的 前后画不搭边的一些一些话 跟他手里这玩具呢 也没什么关系 再比如呢 还有一些视频里面 他带了一个帽子 然后呢 用这个电子琴 弹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一些音乐 也不说话 不知道是要干嘛 总而言之呢 一句话概括 他这些视频啊 看起来都是很奇怪 非常诡异 让人不明所以 说当时在那些视频 在网上被爆出来之后啊 因为和莫拉那些案子呢 确实有着很强的对应关系 所以在网络上传得很快很广 大伙都猜测说 这个人和莫拉的失踪应该有关系 有一些能力比较强的网友 也开始尝试去人肉这个人 但后来啊 都没什么结果 并且很快呢 发现这个人 他的这个视频 也停止更新了 没影了 但就这样还没完 直到又过了两年 到了2014年 有人在网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疑的博客 这个博客名字叫做奥尔登豪斯奥尔森 这看起来像是个人名 那么根据大伙的调查呢 发现这个博客 跟之前上传视频的那个 都说的好像很妥当 这个人他这状态啊 像什么呢 就像是当年那个刁爱卿案发之后 网上发表言论的那个黑弥萨 也是分析案子 说的有模有样 头头是道的 导致很多人都猜测 这黑弥萨就是凶手 那么这个奥尔森呢 他也这样 他这博客呢 也写了很长时间 从2013年就开始写 总写 几乎写的都是对这个案件的分析 那在2014年的时候 就是大伙发现他这博客之后啊 他就在一篇日志当中 说自己呢 其实就是当时那个发视频的那个人 但自己呢 不是凶手 自己也是一个案件爱好者 但看到网友们多来人肉自己啊 表示很难过 很害怕 当时他这个文章 发布之后没多久 他就把这个博客给关闭取消了 同时那个发视频的账号 Mr.122.5 也一起被停用了 那么自此这个人在互联网上彻底消失了 后来警方也尝试去寻找这个人 但是呢 也没有什么结果 这就是当时在网络上轰动一时的 Mr.122.5 他的这起事件 这起事件可以说 又掀起了这起案件的一个高潮 刚刚我们提到了 有一个犯罪小说作家詹姆斯雷纳 他呢 一直在调查这起案子 跟警方一样 詹姆斯也认为 莫拉的这个男友比尔 嫌疑是非常大的 所以詹姆斯本人也一直在调查比尔的线索 而他也的确发现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 说在04年到18年 14年当中 詹姆斯一直在追踪莫拉的男朋友比尔 他采访了和比尔接触过的很多其他的女性 首先他发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个比尔当年似乎并不是那么喜欢莫拉 为什么 因为在莫拉失踪短短两三周之后 比尔就开始四处勾的其他的姑娘 其中有一个姑娘叫艾米丽 有一次 比尔甚至想要在车里强奸艾米丽 艾米丽不答应 比尔当时非常生气 就恶狠狠的掐住艾米丽的脖子 然后凶狠的说 我要像杀了莫拉一样杀了你 但当时艾米丽并不知道莫拉是谁 也没有听说那起案子 所以当时并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 而比尔当时呢 他在发完火喊完了之后啊 哎呦 突然恢复到这个很绅士很礼貌的样子了 开车把艾米丽送回家 嘘寒问暖了 那由此可见呢 这个比尔 他既然声称说是自己杀了莫拉 这肯定就是有问题 值得去调查 而且从他对艾米丽的行为当中 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人好像脾气很奇怪 是不是有点心理疾病 而且在之后的调查当中 詹姆斯也发现比尔这个人啊 他的确是一个非常花心的人 他勾搭过很多女生 也性侵强暴过很多女生 2011年 比尔曾经因为性侵女同事 被锁在公司开除 同年还在某酒吧 调戏了一位女性调酒师 人家不答应 他就找了很多纸巾 写满了侮辱镜的话 塞到人家的衣服里面 这些还都只是 詹姆斯能够查到的 詹姆斯没查到的 肯定还有更多 此外最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比尔的历任女朋友都表示 比尔这个人心里有问题 她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 而且有比较严重的狂躁症 这如此一来 结合前面比尔说的那句话 比尔的嫌疑其实也就更大 我们可以试着推测一个这样的情况 当年转学之后 不甘寂寞的莫拉和田径队的助教勾搭上了 并且陆陆续续的和很多其他男生都上了床 而一个偶然的机会 比尔得知了这些事情 他非常生气 于是多次给莫拉打电话进行质问 莫拉不堪其扰 最终两人约定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那个滑雪场见面 把事情说清楚 好聚好散 事发当天的莫拉就请假 开车前往 但路上不小心发生了车祸 莫拉试图打电话求助 但发现手机没信号 于是只能带上信用卡 带上手机 找地方求助 最终莫拉也许通过搭车或者其他的方式成功抵达了滑雪场 但对于本就有狂造症的比尔来说 莫拉的迟到无异于是火上浇油 让他更加生气 于是比尔一怒之下掐死了莫拉 之后抛尸离开现场 也因此 莫拉后来始终没有露面 也没有报警 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死了 当然 这番推测 也只是建立在我们现在已知的信息上 因为毕竟美国警方有很多信息没有公布 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不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比尔身上确实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再举一个例子 莫拉案子发生三天之后 2007年 比尔的姐姐在家里突然开枪自杀 但是家人都认为 比尔的姐姐没有自杀的理由 警方调查之后也认为这不是一起自杀案 包括比尔当时的女朋友也表示 这起案子太过蹊跷 比尔当时太过奇怪 所以在这起案子案发之后 比尔又一次成为了主要嫌疑人 又被警方带走了 所以这个比尔显然不是什么好人啊 甚至到现在 他还是正在因为一起性侵案件 目前正在被警方调查 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对于当年莫拉失踪的案子 始终没有办法对比尔做更详细的调查 因为比尔身上案底太多了 这儿没查完 那儿又叫走了 那么这个比尔到底他会不会是 莫拉这起案件的凶手 也许不久之后我们能够得到答案 那么到这儿 这起案子我们就算是说完了 其实在后面还有一些案件的花絮 当然也有可能它是属于阴谋论的成分 可信度我们也不太清楚 不敢多说